中研院女研究助理确诊 目前怀疑是实验室内的交互感染 12号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女研究助理脱掉防护衣的过程 疑似出现漏洞 我们在穿脱防护衣的时候 一般我们会先脱衣再脱手套 然后那天她因为有被相关的老鼠咬到 所以也急着 师傅好像有先脱手套再脱衣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我们的标准动作流程是不太一样 但是因为婴儿这样子而感染到 现在也不敢确定 女研究助理被实验署咬伤后 脱掉防护衣不符合SOP流程 是否因此确诊还必须进一步确认 由于P3实验室操作的 几乎都是容易传播的病原体 不过也有分为只做细胞实验 和可做动物实验的不同等级 ABSL实验室可能会碰上动物挣扎 比起静态的细胞培养难度更高 只要手部离开身后完全贵 如果没有把握它是百分之百 是没有沾染病毒的 就是应该要更换 只才能够避免这个病毒 从生活安全贵被带到环境里面 脱出隔离衣的时候 一定会要从内往外卷 避免手部去沾黏到病毒 研究人员时刻面对高传染风险 哪个环节出问题 似乎都指向SOP操作流程 没有被落实 都需要再进一步调查 在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在新闻台北综合